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画百科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 虎尾天门东如何修剪 虎尾天门东如果出现这种黄叶的现象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把干净的剪刀 然后先把它发黄的部分从根部剪掉 中间发黄的也要将它都剪掉 像这种尾巴上还带点绿 但是枝叶已经非常稀疏的 也可以剪掉 因为它还会消耗一些营养 不利于萌发心的枝条 这样就修剪的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360度的观察一下 看它植出高度 有没有还需要修剪的地方 一般修剪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这样它尾巴就长长的很漂亮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像狐狸的尾巴 好了,今天关于虎尾天门东如何修剪 就讲解到这里了 大家学会了吗